马来西亚吉东坡中产阶级居住环境 这是我们住的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这几天在吉东坡住的一个Airbnb 有两间卧室两个卫生间 使用面积应该在100个平方左右 它进门的客厅 他们这种都是喜欢开放式的厨房 有点像泰国那种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大的餐桌 相当于一个工作台 在槟城住的那两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布置 冰箱 然后这里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这里也是电磁炉 还用的美地的 从厨房出来这里有个生活阳台 有洗衣机 阳台外面挂了一个空调 外面视野非常的好 因为它这个楼层实际上也不高 也就是十几楼吧 这里就是客厅的一个区域 外面直通阳台 在阳台上面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对面有一只猫 它的生活阳台下面是挂了三个空调 这种也好 空调挂在外面 因为很多房子的设计是空调挂在房间 或者阳台里面 这个就有点 占一碗空间了 整个吉隆坡城市的风景 禁售延底 这里相当于是吉隆坡的大概东北方向 离双子塔也非常的近 离双子塔大概开车 十分钟左右吧 只有三点几公里 这一个次卧 一个次卧 这么大 他们马来西亚的房子 我感觉层高都挺高的 都是有三个多的层高 这一个洗手间 里面是一个土坡 他们的户型设计都挺大的 我最近看了几个房子 户型都挺大的 像那个100个平方的使用面积 在国内的话 那你购买的那个建筑面积 那起码都是120多130个平方 至少做成30 但是马来西亚一般这么大的房子 都做成两次 这里一个主卧 主卧的卫生间 它这里有个窗户 但是那个窗户 就是通向外面那个 过道对面 过道对着的那个天井 他们一般中档住宅 都是这种走廊式的 走廊式两边房子 跟泰国的差不多 这就是马来西亚 基本上中产阶级吧 这样的房子 我上次在槟城拍的那个 说是富人区 也被马来西亚网友喷 中产阶级应该没毛病吧 就这样的房子 不可能中产阶级都住当house 是吧 对面那个楼挺高的 天际线非常的漂亮 好 今天准备离开去 新山 对了 它那里游泳池还挺不错的 是无边游泳池 过道一般都是这种走廊式的 电梯六步 但是分高层和低层 电梯也是挺大的 然后他们都是 先要刷卡 八楼看一下泳池吧 这个楼叫Raze Residence 这个泳池很漂亮 这边是小孩的 还有游戏区 这边这个泳池 我在这里游了几次泳 挺漂亮的 有大概25米 无边游泳池 现在是一个标准的短时吧 在这里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 无边游泳池游 真的感觉挺爽 跟那个Ratia的那种水井公寓 下面的泳池游泳 感觉又不一样了 这种就是感觉在享受那种都市的繁华 那种感觉又不一样了 好 好 关于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居住环境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这个楼 马来西亚的金工坡的房子 真的是还是挺多的 到处都是正在新建的高楼 可能 有点 会不会有点过剩 我不知道 这一次租的一个Airbnb 它是 是放在这个大堂吗 就你拿钥匙的那个信箱 我都忘了在哪里了 它 搞得挺复杂的 因为Airbnb 它现在都是无人职守的 都是信息通知你在哪个邮箱 哪个信箱去拿钥匙 那种 自住 我全自住 全自住 我们住了一个礼拜的Airbnb 从来没见到那个房东 或者是管理人员 并且有什么事情去找它 基本上都是你自己解决吧 找它也没啥用 它连那个停车卡都没有给用 我们每次出门 还让保安开门 好 我去把钥匙先放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在马来西亚 办入住怎么办 因为滑钥匙入住都是一样的 因为滑钥匙入住都是一样的 设计的也挺复杂的 我要去找 要找半天 直接交给门卫就行了 他们那个门卫还是挺负责的 马来西亚的门卫都挺负责的 他们实际上Airbnb 真正的员工 就是这些公寓的门卫 真的是 实际上都是他们在张罗 出了问题 比如说前天我那个车位被其他人占了 然后打电话给那个管理人员 Airbnb的 他说说半天 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英语不能 就很奇怪 最后听到一个 不可能有钱的 让我去找那个门卫 最后找门卫解决 反正出了问题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但是最好是找华人房东 华人房东要处理事情要快一点 马来房东还确实他们就 好像你入住了以后他就不管你了 就这样子 反正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多嘛 住酒店的话 马来西亚酒店房间都比较小 住不下 一般都是住Airbnb 特别是两个卧室的 比较宽敞 小孩有玩的地方 关键是Airbnb 它这种公寓楼 它有很多 那个公寓的配套 比如像泳池 小孩游戏的地方 所以住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关键就是 你入住和最后退房的时候 要麻烦一点 还有出了问题 处理的时候要麻烦一点 各有利弊吧 这个房也太负责了吧 我补充一点 我老婆提醒我 马来西亚 我刚才说马来西亚酒店比较小 是指便宜的酒店比较小 像我们一般住这种两三百的 比较平价的酒店 平价的酒店 同等价位 两三百 就可以住到这种公寓 并且房间挺大的 一百个平方 两个卧室的 相对来说 我们就宁愿住这种房子 是吧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有很多在泰国的中国朋友 他们也想到马来西亚来玩 让我介绍一下这方面 酒店方面的情况 所以说 因为我这一次过来的话 主要就是住在Airbnb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马来西亚住Airbnb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主要就是门卫了 所以主要有什么事情 就找门卫 他们就负责你入住的时候登记 然后给你介绍设施 然后怎么去取钥匙 怎么还 找房东用处不当 一卡在手 通行无阻 停的太远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哎呀 总算是开了 总算是开了 这是鱼儿吗 36 我鱼儿是40 哦 他可能总的 不对啊 他也不知道你从哪里下 怎么变成只有36了 好啊 不管了 36就36 可能我当时是冲了40 太多 你脚 你脚 你脚点就脚太多了 哎 这个还是第一次使用哈 哦 第二次啊 三十三马币 我看那个高速通行费还是便宜啊 三十三马币 不到五十名币 跑了三百多公里 现在到了新山哈 回来吃肉骨茶 发现这条街全是吃的 他这个地方方便啊 这一条街全部搞定了 哦那里顺发到了 哦他这里 好像是生意最好的一家吧 你看你看生意最好的一家应该是 嗯 哎要不然就坐这里 烧包啊 要不然就坐这里 刚好一个人走了 一个 好 哎 我们坐这里 好 前面鱿鱼先生 看一家新山的肉骨茶 哦这些都是油条 这是不同的肉骨茶吗 这个是蘸牛驴 这个是麻油驴 这个是麻油驴 这个是蘸牛驴 这是麻油驴 这个是蘸牛驴 麻椒驴 嗯 哦 2匹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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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出角 要不要一個 10塊 4匹肝 不太快 這裡不太快的便宜 這裡有一斤 10碼餅 對面叫什麼鴨 這個肉骨肝 這個是三人餅 48款 這個油條 還愛吃了 然後上了兩個蔬菜 6塊7塊 看的很多啊 我覺得在冰城那個蔬菜都要10塊 這裡拿的比冰城還要 這個很搭分的 我們上次吃了多少錢 42 這個48 但這個怎麼更大 這個感覺分量還更大 媽媽我想要用擦 這個 這是什麼 這是麻油雞 13 媽媽我想要 這是砂鍋煮 媽媽我想要用 這麼多13 哇 我還在這裡 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美食經常 哈哈 現在 現在價格是便宜 真的要吃味道 不過一看這個 菜皮 就感覺很好吃 關鍵要味道好啊 先嘗味道再說 再判斷是不是美食天堂 比冰城還便宜啊 以前別人都說青山很貴吧 新加坡人過來把他們吃貴吧 大家來看一下真相是不是這樣 這個肉 有些什麼料 這個是 薯條 上一次我們沒有這麼多薯條 沒有薯條 這個排骨 我們剛剛是一個配的 排骨 這個肉 也挺夠的 這麼大一塊塊的肉 好 好 來吃 哇 總共是92塊2 因為他加了個6%的稅 好像在冰城在吉東坡吃飯沒有加這個稅啊 不知道他這邊是怎麼算的 然後另外原來三成份是39 那個肉骨爬 但是每一次加料啊 你看豬肚應該這個豬長 另外加錢 那這個 肉骨茶算下來可能 60 將近60吧 那個肉骨茶將近60了 然後椒麻雞13 兩個蔬菜一個6塊一個7塊 油條4塊 兩個油條4塊 那他肉骨茶還是比冰糖要貴一些 你不是也喜歡餐飲嗎 不過分量也還是挺足的 反正 這樣吃下來的話 90多馬比 相當於140人民幣左右吧 吃了很多肉 因為我們也沒點米飯吃了很多肉 總體來說 性價比還是挺高的 炬菜